最新股市新闻更新 最专业机构分析观点 最权威人士解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迪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是8月12日周五 美国股市周五走高 标准普尔500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连续四周上涨 科技股领涨有望连续第四周收高 这是标准普尔500指数自2021年底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80点 有望延续11个月以来最长的单周上涨势头 周四股市涨跌户线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 周三该指数是正式退出了熊市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1% 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双双发布乐观消息的一周 投资者又收到了另一个令人鼓舞的数据 密歇根大学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出值 较7月温和改善 8月份的整体通胀指数从7月份的51.5升至了55.1% 而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份的5.2%降至了本月的5% 调查主管乔安妮许指出 中低收入的消费者与富裕人群之间的情绪存在差异 本月预期指数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有所改善 尤其是对通胀尤为突出的中低收入消费者而言 未来一年的经济前景大幅上升 略高于2022年第二季度的平均水平 而其他两个预期指数组成部分 则保持或低于第二季度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 在支出中占很大比例的高收入消费者 目前的个人财务状况和耐用品购买状况 均出现了大幅下降 随着能源价格的持续下跌 预期全年通胀率中值降至5% 为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仍远高于上年同期4.6%的水平 长期通胀预期中值为3% 维持在去年2.9%至3.1%的区间内 对长期通胀的不确定性有所减弱 尽管如此 仍有48%的消费者认为 通胀侵蚀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专业人士称 这一组数据是美联储抗击通胀 取得成功的最新迹象 凯头宏观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保罗·阿什沃斯表示 综合考虑所有因素 我们仍然认为 总体通胀率将在明年年中降至2%以下 但我们要强调的是 风险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下行风险目前占主导地位 整体通胀在2023年下半年 可能短暂转为负值 这不再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 李世满联储银行的行长托马斯·巴金 拒绝承诺在9月份加息50个基点或是75个基点 他还表示他希望在投票再次降息之前 通胀率持续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 他说 我希望看到通胀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控制 在此之前 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降利率 调至限制性区间 目前来看 股市还将继续上涨的一周 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 标准普尔500指数 迄今上涨2.4% 有望实现连续第四周上涨 并创下截至2020年11月27日 当周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纳斯达克指数本周上涨2.2% 有望实现连续第四周上涨 这是截至2021年11月5日的那一周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上涨 在经历了糟糕的上半年之后 7月份标志着一个突然的转变 这也是道琼斯指数 自2010年以来表现最好的7月 标准普尔500指数 是自1939年以来表现最好的7月 纳斯达克指数 也是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7月 这一趋势在8月份基本上延续了下来 因通胀降温的新证据 进一步巩固了利率升幅较小的希望 经济成长股和科技股反弹 周四的数据显示 美国7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意外下滑 提振了美联储9月份 升息50个几点的可能性 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 上周最终需求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下降了0.5% 为2020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 6月份PPI上涨了1% 截至7月份的12个月 该指数上涨9.8% 6月份上涨了11.3% 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 7月份PPI将增长0.2% 同比增长10.4% 商品价格在6月份上涨了2.3%之后 下降了1.8% 汽油价格下跌了16.7% 是其中80%的原因 柴油液化石油器和居民用天然气的价格 也大幅下跌 然而食品价格即6月份下降0.6%后 上涨1% 而服务成本在6月份上涨0.3%后 小幅上涨0.1% 政府周三报告称 受汽油价格在今年早些时候飙升回落的影响 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没有变化 但潜在的价格压力仍然很高 除去波动较大的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成分 上涨了0.2% 6月份所谓的核心PPI上涨了0.3% 截至7月份的12个月 核心PPI上涨了5.8% 6月份上涨6.4% 数据公布后对美联储政策预期最为敏感的 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回落 跟踪美联储的调查工具显示 美联储下月将政策利率上调50个基点的可能性略有上升 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周四还公布初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二周上升 显示就业市场进一步走软 8月6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经季节调整后增加1.4万人 经季节调整后从上周修正后的24.8万人增至到了26.2万人 自3月份创下50年来最低水平以来 每周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 上周的总数略高于2022年7月创下的26.1万的峰值 也高于2019年21.8万的周平均水平 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均值上升4500人至25.2万人 截至7月30日当周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增加了8000人至143万人 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报告有一周的之后 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此前预计最新一周将有26.3万份申请 这一数字仍低于经济学家所说的27万至30万之间的水平 经济学家认为27万至30万之间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出现实质性放缓 与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第二季度意外收缩 消费者支出增速降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企业支出下滑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第二个季度下滑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企业库存积累的步伐更为温和 因为就业增长总体上保持强劲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在月度就业报告中宣布 7月份美国经济出人意料地创造了52.8万个强劲的就业岗位 失业率回落至疫情前的低点 工资涨幅意外上升 这可能使美联储更难很快地让经济恢复平衡 以上就是本周最新数据的具体情况 数据表现良好 美联储的政策在起作用 那最近的上涨有望持续 也给投资者的夏季增添了一抹色彩 我们的会员朋友应该更是开心 因为从底部反弹以来 很多人是抓住了翻了几倍的股票 我们也是从左侧第一时间把握住了 这次翻了几倍的上涨行情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更详细的市场分析和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的会员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 祝大家周末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